美国为打赢朝鲜战争到底有多拼呢 联合国军统帅一水的全明星阵容 从麦克拉瑟到李奇威再到克拉克 为了确保战争的胜利 国内甚至选了五星上将艾森侯威尔当总统 一上任就直接放出了何大招 而美国付出的不只是这些 半个世纪之后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 在纪念朝鲜战争50周年的这次当中披露 当年为了确保半岛再有事业 累计动员了200万的兵力 投入到了朝鲜战争当中 美国当年在朝鲜战场上投入可不小 那为何最后还是无力回天呢 只能垂头丧气的在停战协议上签字呢 美国是一个神奇的国家 独立了200多年 而打仗也打了200多年 一直都是穷兵独武 却喜欢粉射太平 经常在电影《大屏幕》上 鼓吹自己在各种战争当中的正义性 即使二战靠着卖武器赚盆满钵满 最后加入战场 也直接将功劳最大化 鼓吹自己是二战胜利的关键 但是对于朝鲜战争 美国却集体牙火 选择性的遗忘 就连美国人都调侃 就是被遗忘的战争 这种群体性失忆的主要原因 就是因为败的太丢脸了 1950年迈克阿瑟一出现在朝鲜战场 就打出了一个漂亮的人船登陆 打得朝鲜人民军毫无回首之力 本以为是胜券在握的 傲慢地认为 在台海牵住中国 中国就不可能出兵援助朝鲜 却没有想到 毛主席的一声令下 战军就入朝作战了 而迈克阿瑟也为他的傲慢 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战场上连连失礼 让这个五星上将将脸面全都光了 最后还丢了兵权 本以为换了李其威能够扭转战局 搞了个仁川登陆第二 还是被远在北京毛主席轻松的破局 没办法只能换成了克拉克 还没来得及表现 就签署了停战协议 战场上的连连失礼 也给美国的政坛带来了动荡 杜鲁门在上甘岭的炮火当中 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涯 美国民众渴望能够拥有一个救世主的出现 来逆转朝鲜战场上的败局 于是二战时期 担任过欧洲盟军总司令的艾森侯威尔 就走上了政坛 高喊着 如果我当选总统 亲自去朝鲜努力赢得战争 赢得了大选的胜利 成为了美国第34任的总统 他确实是奉行了承诺 还没正式上任 就亲自到朝鲜战场上鼓势计 还通过印度警告中国 如果不让步就大规模的开战 还要动用何打招 毛主席又是如何应对的呢 对于艾森侯威尔的叫嚣 毛主席并没有放在眼里 大戏的回应 他们要打多久就打多久 一直打到我们胜利为止 伟人并不是说事而已 而是早已想好了应对政策 面对美国的不断施压 彭老总早就对战场的发展趋势 和布防做出了规划 1952年的11月 由回国受职的邓华 跟毛主席做出了详细的汇报 此时的美国如果想要逆转败局 只能孤注一掷 方法也只有两个 一个是动用核大招 而另一个就是再搞一次 大规模的登陆战 毛主席对此也做出了部署 在海岸一线大规模的 修建反登陆防御工事 当时中国并没有核武器 但是中朝背后的苏联有啊 一旦动用了核武器最终也是烙了个两百句伤 不划算啊 实际上他还有一个杀手锏 那就是故动台湾的老蒋来填毒 这样中国自顾不暇 朝鲜战场上的压力就能够减小了 有想到老蒋有自己的小算盘 趁机狮子大开口跟美国要物资 作用没起到呢 还成功的给老美填了毒 最终艾森豪威尔无计可施 只能签下了停战协议 带着战败的美军回到了老家 这一次的惨败 让他们见识到了伟人的智慧 即使有武器的优势 最终还是惨败收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